软铭老师 您写到邓小平帝国三十年 在这之前您写过邓小平帝国 就是在您看来的话呢 邓小平帝国 它和毛泽东帝国比 这个意同在哪里 就是有哪一方面的邓小平帝国 它是继承了毛泽东 这个衣钵 一脉相承的 另外有哪一方面呢 是邓小平帝国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是毛泽东帝国所不具有的 那那个 毛泽东就是 战制主义 邓小平也是战制主义 毛泽东当时提出来的就是 反对资本主义 反对者自派 那邓小平 开始也讲反对资本主义 只是说四人帮是资本主义 不计四人帮是他是资本主义 后来他觉得不好 因为毛泽东说他是资本主义 后来就改了一个叫做 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 实际上他过去 毛泽东 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 他也是资本主义 他我觉得最简单看成 刘少奇也不一样的 刘少奇不是还有一个 巩固性民族主义秩序吗 他是最早提出来 《心无灭之》 邓小平最早提出来 在1950年 《心无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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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之》 《学习的人想》 所以他的意识形态 特别是讲思想的 而且他这个口号 他프车以后 又一次 在军委政治公司会议的时候 他可能是讓宇秀蓮 寫到華郭峰的講話裡頭 後來經過他的同意 又重提心無滅之 就是這件事情引起了李維漢的主意 李維漢因為胡耀邦是粉碎世人邦以後 所以他就認為世人邦的理論基礎不是子產階級 他講是封建專制主義 後來他改成帝王專制主義 因為對封建有不同的看法 他後來在新海革命90年的時候提出來的 中國傳統的帝王專制主義 另外還有一個流氓無產階級 他是強調這樣一個東西 而且他去跟李維漢商量過 說這個事情恐怕要你出面 去跟鄧小平談一談 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胡耀邦他沒用啊 鄧小平不未聽啊 結果李維漢呢 看到那個軍隊提出來的新屋滅製以後 他就去跟鄧小平 鄧小平後來就把這個跟李維漢的談話整理出來以後 當時是給胡耀邦跟鄧李維講的 然後王仁仲把它印發出來了 所以我們當時看到 就是講這個要在意識形態 對對於思想宣傳方面 對於思想和宣傳方面 還有跟制度方面來改變這個 這就是後來形成了鄧小平的 黨和國家的領導制的改變 誰說不是逢單逢殺嗎 1979年把改革開放壓下去了 思想解放壓下去了 80年又怎麼又起來了呢 就是五中全會加上李維漢談話以後的 黨和領導制度的改革的提出 等於是鄧小平的一個改革開放的一個高峰又來了 但是就在當年下半年博雄世界以後又給漲下去 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講 所以鄧小平是有動搖過 思想放棄過毛澤東的這一面 他不是講嗎 給那個在那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 還有給法拉奇的談話裡頭都傳到 兩個因素 一個是長期的那個專制主義影響 一個是共產國際的那個領導人集權的影響 要改變這個制度 但是也講民主了 而且李維漢武衛德還講過 說是共產主義運動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就是民主問題 資產界界有一套 讓資產界界感覺到民主 我們怎麼樣讓人民感覺到是國家的主人 要胡俏莫去寫這個文章 這個點呢 我過去都是肯定鄧小平的這些講話 我覺得他講得很深刻的 要從總結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 跟總結中國的長期的政治主義傳統來講 不過後來呢 我是有點產生一些疑問 所以我現在的看法 跟寫那兩本帝國史有一點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他是動搖 一會這樣一會那樣 可是我現在覺得他 更明明知道 胡俏莫只不會寫這個文章了 他交給胡俏莫去寫 他明明是覺得胡俏莫的 世界三中全會不行 後來就交給胡耀邦 那這次又交給胡俏莫 胡俏莫不但沒有寫這篇文章 他理都沒有理得鄧小平這個文章 而且三個月以後就寫了 《堅持時間基本原則》 所以他究竟是 僅僅是一個不確定性的搖擺的問題 還是一個真假的問題 我現在是開始懷疑的這一點 因為很多問題到最後 他信任的還是他認為思路不行 實際上是他追隨別人的思路的時候 他不要他了 然後呢 最後回到的思路 還是回到胡俏莫一致的思路 因為他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華國鋒已經是宣佈了十條了 天安門都平反了 那個所有的冤家周岸 十條都已經宣佈 全國都知道了 實際上他是要緊跟那個 華國鋒的思路的時候 他才廢棄了胡俏莫 然後一到水上村去後 一看完 胡俏莫就去鼓動那個華國鋒 我們反右華國鋒就延遲拒絕了 最後再也不能反右 可是胡俏莫 最後胡俏莫也找鄧小平 搞了那個思想基本原則 所以我現在開始有點懷疑 我那兩本書 對鄧小平還是沒有看透 只是覺得他搖擺 現在看見了一個 逢單逢上的搖擺 哪些是他的本意 哪些是他所謂的 適應當時的環境 因為他後來把胡俏莫跟趙紫陽 都廢掉以後 他說經濟上錯誤 我們可以讓 政治上搞自由化 我們是不能爛的 所以他 胡俏莫跟趙紫陽 他都廢掉了 可是鄧小平呢 他雖然說 他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拿 可是最後他還是 偉大的馬克思 還是馬克思對李登佳 卓越的馬克思對李登佳 不是偉大的 鄧小平是偉大的 鄧小平是偉大的 鄧小平是卓越的 所以說這還是 跟毛澤東有點類似 不是啊 他作比友好啊 但他跟毛澤東的區別就是說 開放全球市場 引進國外的資金 引進國外的這一切 這一切東西實際上 分成孫中邦以後 華國鋒、葉建英、李先念他們 是最早做的 後來呢 當然是陳雲反對了一陣 那鄧小平呢 那鄧小平呢 也有搖擺 但是最後他認為 還是 要這個 不能完全聽陳雲的 所以他跟陳雲的矛盾主要在競技上 在政治思想上 那是一致的 完全是一致的 人事上也是一致的 反對人都是一致的 這個在我們 這個在我們 比較兩個時代啊 就是我有一個 一個體會 不知道您怎麼看 就是毛澤東時代的話呢 相當強調的是共同富裕 但是最後當然實際上是達到了 共同貧窮 窮的這個一塌糊塗 而鄧小平的話呢 他強調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當然後面還有一句話了 就是說 先富了之後要帶動大家共同富裕 但是實際上到現在呢 也沒有做到這一條 就是這一條我覺得 是不是能夠算他們兩個帝國 當然這個只是說是 說出來是個口號啊 實際上後面是一整套政策 是不是這個 也體現他們兩個帝國 在這個方面 確實有些不一樣 那是不一樣啊 那是不一樣啊 是不一樣 因為他 那個時候 鄧小平的時候 怎麼富起來那一段吧 當時流行的話呢 叫 一靠老外 二靠老鄉 一靠老外 二靠老鄉 那也是成運動發明 史達林主義的 剪刀剎 剪刀剎 就是靠波多農民 波多農民是說成運的 統科統銷開始的 統科統銷他就是去史達林的剪刀剎 就是說 要搞重工業 因為他搞業務局 資金哪裡來 只能靠波多農民 解刀剎 因為沒有啊 因為搞重工業啊 重工業不能當飯吃 所以其實工業的基金是 只能靠波多農民 波多農民以後 一家一戶去 掙量 統科統小 掙不過來 然後就要喝醋話 人民公說 一步一步就走 走到波多農民的道路 因為那個是封閉嗎 只有靠自己的內部接壘嗎 那鄧小平的不懂 一靠老外 一靠老鄉 那也是波多農民 可是這個波多農民的方法就不一樣 就是靠引進外資 外引進技術 然後靠廉價的所謂農民工 開始是還不叫農民工呢 開始更難聽叫做盲流 叫盲流是不穩定因素 可是我喝了些文章 我說盲流就是穩定因素 你全靠盲流 你資金怎麼接了呀 一步怎麼怎麼放起來 扶起來 扶起來創造財富的就是那些盲流 盲流一點也不忙 他感覺哪有工作做 他也去了 他會跑到 跑到深圳 跑到東莞 他也不會跑到西北去啊 那後來呢就叫農民工 明明是工人 不能享受城市工人的待遇 你說現在那個全世界最賺錢的就是蘋果 蘋果的iPhone 現在的iPhone X了 他的裡頭的所謂的原料的零件 百分之九十多是中國的鄭州什麼那些 虎石康生產的 開始在那個孫政啊 跳的工人跳樓啊 工人就是軍事管理啊 到處都是那個郭台銘的雨露啊 然後呢 郭台銘就是靠那些農民 一點點的利潤 加起來 因為他幾十萬人嘛 就多了嘛 那實際上的高額利潤 都是給美國的設計單位拿去的 所有那些加工呢 只拿到一點點錢 當然 當然 後來中國工程也開始漲一點了 所以說你說的那個 所謂一部分的富起來 一部分的 富起來就是 那些資本家啊 跨國公司啊 富起來啊 還有那個為跨國公司的工作的那些 高級職員富起來 農民工 當然比過去還是有錢了 可以弄一些錢回去 可是農民工的苦難 現在都沒有解決啊 所謂那個 兒童 留守兒童 留守老人 分開了 所以說這個 改革也是有兩條路線 當時 胡耀邦是不在乎這種做法 把農民弄到那個 城市裡再去 那樣一種條件下去做工 過去還有什麼 做玩具的手指 手指斷掉什麼的 他說還是要每個地方 按照你自己的條件 每個地方要建設起來 不要把所有的人都趕到那個 城市裡都去給外國資本家做工 那發揮自己的長處 當然現在才開始改了 可是實際上這麼多年 鄧小平的一部分能扶起來 是靠圈地 是靠農民的地 是靠國家的資源的那種 廉價的國土 廉價的那些國土資源 來引進外資什麼 搞數為全球製造工廠 摸取這麼一點點利潤 三下競爭 這樣一個造成的後果 包括今天的環境污染這些 我覺得這些到現在為止 要完全要把它克服 現在那個霧脈天際啊什麼 到現在還是真正治理很困難 可是當時的口號就是 先污染和治理 然後貪污還是輪化劑 市場經濟的輪化劑 當時就這些口號啊 當時這些口號都是胡耀邦很反對的 可當時有些所謂改革的爭議裡頭 也接受了那些東西 這個是不是還是體現了一種實用主義 因為當時覺得首先要趕快富起來 富起來幾個農民工 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工資都 後來到了吳京濤都是溫家寶才去解決那個所謂 欠了幾年的工資費 要分幾年還清 這麼低的工資 人家給那麼辛苦的勞動 居然可以接欠幾年 弄得有些農民工去炒工資 還挨一點打 然後有人就氣不過去殺了人 還犯死因 多少這種案子啊當時 所以說這個 這樣一種發展的話 確實是由於 沒有這種 當作批判 批判所謂人嘛 多樣的這個什麼 人道主義和一化 如果不批判多樣的人道主義和一化 過去說批判那個馬英書增加了多少人格 如果不批判人道主義和一化 那我覺得這些問題 也不至於發展得這麼嚴重 就是早一點傾遞到這種 這麼可怕的危險 那就早一點想辦法來遇到 避免 這種的一化 環境也一化 人際關係也一化 人際關係也一化 道德也一化 鄧小平非要說社會主義沒有一化 怎麼會沒有一化呢 馬克思就承認一化啊 這個您看這個 鄧帝國和毛帝國還有哪些相同的和不相同的 一脈相承的 我覺得這個恐怕 一面相承我覺得從政治啊這些 一黨分證 黨內鬥爭這些 我覺得應該說 本來毛帝國的這些東西 鄧小平就是個傑先鋒 對 對 對 因為你想嘛 當內鬥爭高擾 對 就是鄧小平搞的 對 反右派 對 這兩件事情 是毛帝國的這個 從他開始強調的 所謂 自由民主的中國 變成一個 站至毛帝國的 關鍵時刻的兩件大事 可是一直到蘆干文帝決議 一直到今天 鄧小平堅持不准犯的就是這兩件 高擾不准犯 犯又不准犯 那你說明 他不是毛帝國的傳統繼承的最重要的 當內鬥爭跟那個階級鬥爭嗎 是反自由化嗎 當然不同的就是開放嘛 富士康裁判的 美國的那些汽車公司啊 飛機啊 汽車啊 都很進來 那個當然很快就翻譯起來了 中國有廉價勞工啊 你這些電子工藝什麼都發展起來了 現在那個 現在尖端的東西 軍事科技什麼都發展起來了 你靠什麼呢 就是靠的還是 痛楚的話還是那個 一靠老鄉二靠老外嘛 就是開放了 開放了老外的投資跟技術 給了老鄉自由 自由流動的自由權利 當然還是說剝削的 但是老鄉也願意說剝削 因為總比二十好 如果說鄧小平的跟毛澤東的區別就是 開放了老外跟老鄉的一部分的自由 自由的勞動和自由的資本 自由的資本跟自由的勞動結合 中國現在的崛起 當然這個崛起帶來了很多副作用 像污染環境等等 那是付出的代價 因為 比較毛澤東的路線和鄧小平的路線 是一個現在很時髦的事情 因為在三十年前 那個時候鄧小平路線剛剛提出來的時候 大家看到了毛澤東的路線的 這個病病災難看了很多 對鄧小平路線可能當時有很多期待 但是現在又過了三十多年 鄧小平路線的這個弊端 就已經您剛才談到了很大的負責 暴露得很明顯了 這個時候就有很多人又回過來 懷念毛澤東時代 那毛澤東時代 回不去了 你回去以後怎麼辦呢 再把老鄉趕出去 把老外趕出去 把老鄉回到人民公社裡去 那不就是 這不可能吧 那不就是二十三千萬人那麼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 回去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怕回去 沒有不要怕 現在就是要更進一步的前進 有新的改革 新的改革就是 不只是靠那個資本跟勞動 而且要靠人的創造力 自由的創造力 這就還是您一直強調的 爭取自由 是啊 因為你現在要轉型到那個 創造性的那個工業生產科技 那就是要自由啊 要有自由的 要有自由才能夠創造 沒有自由 沒有競爭 你怎麼創造呢 當然應該說 因為自由這個問題本身是這樣 有的你限制得了 有的你限制不了 就像你剛才說的那個 重訓 自信 你現在自信要封閉 封閉不了 現在就說 中國人家還在封閉 總是今天封掉這個 明天封掉這個什麼 最近有時候封到什麼 槍槍三輪行 槍槍三輪行 其實沒什麼意思的東西 都要封閉 我覺得是愚蠢 你封閉得了嗎 槍槍三輪行沒有了 你還有槍槍六輪行 你槍槍得了嗎 你因為有人在 人就要說話 現在的自信科技那麼發展 你一切用那麼多力量去搞 這些搞掉人家說什麼 你還不能說 你不贊成我嗎 你說啊 你說的道理來 你就能贊成我嗎 你自己想出更高明的道理來 說不到 你禁止人家說 禁止人家說是說明你最無能 對 所以說你要進一步發展的話 你說我不要賢責民主我也可以 你搞出什麼明道理來 你搞不出明道理來 我看見那個 中央電視台天天在那裡 穿著那個古老的衣服 那麼 記皇帝 記皇陵 記什麼 記孔子 你說這個東西 你這個東西 你去騙騙你 你去騙誰啊 什麼90後 什麼80後 看你那套嗎 聽你那套嗎 聽你那套嗎 聽說現在已經回到那個 現在很多的那個 所謂中國的那些 已經回到前五世時代了 五世精神都沒有了 你說孔子當然不要完全否定 那你也沒有必要去 穿上孔子的服裝 去念孔子的語錄 毛澤東語錄不行了 現在孔子語錄行了 那這樣講得很好啊 他說論語 人語就是孔子語錄 是 零零碎碎的 現在居然可以 現在居然可以 你回到半部領域 去治天下的時代去了 所以這些東西啊 我覺得 這就是服古 你服毛澤東的古 沒有服了 你就服孔子的古 因為大家不知道嘛 我覺得這個不是解決 中國問題的 要面向的是未來 面向的是現在那個 新的世界 新的潮流 不要以為中國現在 了不起了 中國 生產了那麼多 iPhone 可是iPhone還是人家設計的 你要設計出 比iPhone更高的東西 你才是真正的決起 你現在就靠人多 勞動的便宜 市場大 所以你就 財富就多了嘛 然後你到處去 非洲傻一點 中中傻一點 那個不解決 你根本上的 一個提高的問題 根本上提高的問題 就是要提高你的 整個的國民素質 那你必須要有 讓你有自由思考 自由創造的權利 這才能把 這麼十幾億人的 生命力跟創造力發揮出來 這就是 不是回到毛澤東 也不是 停止於鄭小平 而是要前進 你要習近平 要正前進的話 你還是要走這條 新的路 老路邪路 你真正的一條新的路 就是說 站往未來的發展的潮流 我覺得現在這個問題 不但是中國的問題 也是世界的問題 現在美國也在走 停止的路 現在也是在一個石頭路口 現在就是找不到路 現在到了一個新的關節點 就是說你現在創造了那麼多新的科技 你現在政治文化這方面 道德這方面 沒有能夠有創新的東西出來 然後就說民主不好 民主不好就專制 專制就好了嘛 民主不好 自由不好 那你因為民主自由 制度本身的缺陷 應該來解決 而不是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 這個就是說 如果要是談到這個問題 就回到當時 鄧小平 這個帝國剛剛開始形成的時候 他當時是不是也有這個 找路的這個過程 所以左一下右一下 單連是 又走又壞 雙連就右 左邊一下右 後來到了1984年以後 就沒有這麼再右了 1984年最後就是 胡耀邦給他起手了一個 政治體制改革的決議 把他胡椒木起手都推翻掉了 胡椒木他們起手了一個 根本不能使用 後來胡耀邦專門組織了班子 鄧小平不是 鄧李勤不是在他的 十二個城市裡頭還埋怨嗎 所以胡耀邦把我們的起手班子 給廢掉了 胡椒木的起手權給拿掉了 他另外組織班子起手了這個 鄧小平最後一次讚揚他 就是說這個決議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結合的一個創造 然後用完了 胡耀邦的利用家就完了 就開始跟胡椒木啊 不是 跟胡齊黎啊 跟那個喬師講 他不適合啊 他不反自由化 對 後來 用張子楊用了兩年又說他不反自由化 張子楊實際上已經夠精心精力了 把你那個胡耀邦把你那個鄧小平的 這個理論把它歸納起來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俊亮做的不偏不贏 已經很難了 你反這些話反到這個時候 那他反這些話他給你改過成這個 你還說這個設計好 好 最後還把趙子楊廢掉以後 還說 十三大的報告 一個制度不能改 那說明還是趙子楊給你的 蓋過得比你自己高明啊 你管是什麼 建築市場基本原則 反對自由化 他還給你改過了 一個中心 經濟發展 然後呢 兩個基本點 當然他也已經沒有辦法 把那個先生民族給他加拿去 但上次我跟這個延懷 延懷您知道了 認識吧 認識 延懷跟延懷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延懷說的一句話 我覺得說的也挺好 他說是 六四以後啊 鄧小平確實說 十三大報告 一個字不能改 不能動 但是 有一個字沒有實行 因為他是怎麼 他就是利用 利用這個 胡耀邦 趙子楊幹的好事呢 來給自己 投金嘛 為什麼 1984年 國慶節遊行 都是小兵力好嗎 對 後來怎麼變得 你好狠啊 你好狠 你好狠 對 你不要了胡耀邦 不要了趙子楊你就變得好狠了嘛 呵呵呵呵 這個剛才啊您談到這個問題啊 我 我 下面還有一個問題啊 我也是一直沒沒弄明白的 就是說 在很長時間呢 就上次您也談到過 他們叫雙風政治 鄧小平和陳雲 黨內是兩個大山頭 兩個人都是大佬 當然鄧小平呢 他是 掌握的權力更高一點 但是呢 他也 我們當時在下面呢 我當時是 我是1982年 年初 從大學畢業 分到工情團中央 在機關工作 但是我們當時就有感覺就是 鄧小平時時刻刻的 他也很很難推行自己的路線 他另外一方面 總有這個陳雲這一部分人的話呢 對他有一個很強大的這個制衡作用 所以後來就把它叫雙風政治 就您剛才談到了 陳雲實際上就是那個那個財政經濟 這方面的大權的話呢 基本上還是陳雲他的人在管 這個這個雙風政治啊 但是最後到了八九年以後啊 就是包括八九年 那一次那個那個所謂的風波啊 就感覺到就是 確實就是鄧小平說了算了 這怎麼樣他從那個雙風政治 到了最後鄧小平成了一家獨大 成了鄧小平帝國 有兩個概念 我都不知道講成 一個所謂鄧胡道 鄧胡道三架馬車 三架馬車 八十年代說是 對 再一個那些所謂雙風政治 我都不贊成這個概念 不贊成 我覺得要是說八十年代的話 應該是 胡道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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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架馬車吧 四架馬車 兩架往前頭 兩架往後頭 哇 你說 究竟鄧小平的路線是什麼 如果說是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 他說這個是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 沒有一個字 沒有體力 這個是1987年 趙紫陽的發明 那胡耀邦 他是全面改革 從農村 五個一號為年 到一世前太國旁邊 他的做的季節 經濟體制改革 黨的生活十二條 到那個精神文明決議 這都有安可查的 鄧小平有安可查的 在中全會那篇講話 解放式講 然後四個月基本點 然後就是 80年完全同一成英 成英的那個社會 社發展 這個 緩急需求啊什麼 緩改革 他就是 剛才說的 他的社會 陸學們就是 搖來搖去 去去玩玩的 就是說 看見不行了 就要胡耀邦 趙紫陽挽救一下 看見他們兩個人 好像又不聽話了 然後又利用成英 把他們兩個人打壓一下 最後把兩個人都飛掉 所以說這個路 為什麼十年 還在前進 就是因為有 胡耀邦 趙紫陽 還有他們手下的 一大批人 人都一樣 像南安 都是被成英 紀委 不是被計劃委員會整 就是被紀委整 鄧小平自己也知道 所以我們在天津 兩個紀委在那裡 拉著走 他一直到86年 他還講這個話嗎 那兩個紀委是什麼 一個計劃委員會 一個紀律委員會 紀律檢察委員會 都是成英公職的 所以說 他這個商鋒 我聽那個老幹部講 老幹部裡的 議論的時候 不叫 不吞 鄧小平 一個叫左耳朵 一個叫右耳朵 而且話也不講 拉一拉這個就是 鄧小平 重新說什麼的 拉一拉這個 鄧小平是什麼的 他們那個 簡先生他們 他們就是這樣談的 因為他們也怕什麼 切聽了什麼的 反正 對這兩個人 不要以為他們好像很厲害了 實際上 也是 整人 也是通過下面整人 就是通過那些 王河社啊 姚依林啊 這些 整那些 相當 整東西啊 一會搞一個什麼 假藥案啊 把那銀河粉 假藥案 要刷掉 然後就要處分 一會是汽車案了 一會是這個案 製造那些東西 來打擊那個 改革派 來阻礙那個 改革開放 然後一看 鄧小平一看 又下去了 然後又 又說幾句 又回回回響 就這樣的 曲曲彎彎的 所謂八十年代的 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就是這麼做過來的 互相牽制 那個 胡耀邦很無奈嘛 他說我就是 尊重老人 但是還要動力思考 後來說 他 不聽話 沒有集體領導 胡耀邦說 陳怡 跟鄧小平是不見面的 我說要開常委會 鄧小平說 不要開 胡耀邦說 我只能 單獨去找 開完會 當然他的書記處 一個禮拜兩次會 都有那個報告的 都有那個 銀售來送給他們的 可是他們可以隨意否定啊 他們也不參加會 然後還說 胡耀邦不聽了 趙紫陽 也是 而且很奇怪 為什麼 胡耀邦一定要聽你的話呢 胡耀邦不是第一位嗎 對啊 你不是第三位嗎 後來胡椒木创造了一個名字 叫做胡耀邦不聽 不听领导集体的代表邓小平的话 领导集体就是一个参委会 这个领导集体里有一个代表叫邓小平 不听他的话就是违反集体领导 那他就可以 他就是一言堂 这种东西都创造出来 批判胡耀邦的时候 是胡椒木创造出来的 所以你比如说胡椒木水平地 创造这些东西就创造了很多了 这方面的水平很高 能有很多新名词 后来俱纳有人说什么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胡椒木写的 毛泽东的诗都是胡椒木改的 那不在一个水准上 胡椒木写得出来 所以这一点上 那确实胡椒木要控制邓小平 比控制毛泽东还是容易 毛泽东经常跟胡椒木吵得那个 因为胡椒木要改毛泽东的时候 毛泽东改回去 我就听说过去延安事业就有 延安文艺真的会讲话 他一定要把毛泽东把那个后来的那个 史达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弄进去 毛泽东不赞成啊 我是南蛮主义和现实主义相集合 争来争去的 所以我说这个 所以说领导人呢 你也不能 他特别是那个 我要把他讲 就是毛泽东晚年脱离人民楼 他就是一小五五五年 毛泽东的 什么五三级专程下 继续革命 也不是毛泽东自己弄出来的 王立给他拼了就好 所以说 这些人当一个领导人 晚年不能接从军政的时候 这些人起着作用来的 相当大的 所以这些人 当然他晚年就终于权力了嘛 跟老百姓的接触少了 所以他跟那些胡耀邦 赵子养他们的矛盾 基本上还是一个 为权力还是为人民的 所以胡耀邦不是说 邓小平的思想基本原则 他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就是说 你是不是完全为人民 要是你离开了一切为人民 你只能是权力之上 跟那个国家主义 那我觉得 所谓双风就是权力之上 邓小平是想一言堂的 他说只能一个人拍摆 对 陈云那就不干 非得我要跟你 评分之后说这是有的 那邓小平也不能够离开陈云 因为他要陈云支持 因为财政经济 这个上面的一大批人都是权力的人 计划委员会 陈云是有一大批人的 邓小平这个人呢 不大也干涉的 除非举重入侵的事情 那他怎么不举嘛 他就打球拍看足球 也不大读书 也不大看报的 他这么样一个人 可是他的办事能力是有的 他比如一大堆文件 很快就看完了 看完了他的抓住要点 你该过做人 他这方面的能力是有的 他不是一个用心的人 所以你要真正治国 他还是要靠 胡耀邦招这样的人 可是他这坏出去的人 利用 我觉得 正正说明的问题 就是那个杨爽坤兄弟嘛 那个是跟他六十年交情 利用到最后 保驾无望以后 也一脚踢开了 所以这个人 好像是比较无情的一个人 但是对邓小平这一点 毛泽东也搞全数 是吧 邓小平也搞全数 但是对毛泽东的这个 这个政治上啊 这种 这种极端不道德的 这种现象 大家批评的很多 但是对邓小平这一点 好像大家重视的 我觉得他重视的不够 就是包括像刚才谈到 杨上昆这种问题 这种翻脸无情啊 而且杨上昆说到底 没有太多对不起你 这个邓小平的事情嘛 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盘算 他想这个将来 他也当一个监国 是啊 杨上昆是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他也是很有权利欲望的人 可是问题是说 你邓小平把他利用到这个程度 是吧 他为什么要把他干掉 那 所以现在有人说什么 说我江振明是什么 他是妥协 是陈云跟李贤倩的 我觉得陈云跟李贤倩 当加拿明拍马屁的所有的老龄 他都拍的 嗯 对 可是邓小平还是看中了江振倩 是 要不然不会把他们两个干掉 因为他们两个一直是监视 监视那个胡晓邦监视那个 就是赵倩的人嘛 你要是对江振明真有点不放心 他也不会那么快把他干掉 而且他也不会那么快就吃掉那个军委 军委主席 那他他们的军委主席 胡晓邦不给赵倩 这一点 赵倩一直就没有醒悟 他一直以为邓小平非常 相信他 如果他没有那个反对 又是这样的话 邓小平还要让他当两任总组纪 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可怕不难复 这个我想起来上次蔡文斌 您知道这个人了 上次不见过的吗 啊 蔡文斌他说这个 邓小平还两次派人找他 要他重新出来 只要他认个错 你知道这回事吗 记得这回事吗 我不知道 蔡文斌他在他的这个回忆录中间说 邓小平两次派人找赵紫阳 就说你只要认个错 承认六四当时你的这个认识没有跟上 那么你就还是重新出来工作 当什么职务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我不相信 这个赵紫阳当时就是因为不肯认错 所以最后这个事情就拉倒了 这样我现在就只有是蔡文斌说的 他从哪儿知道的呢 他跟赵紫阳关系很好的 赵紫阳告诉他呢 对 那别人怎么都不知道呢 连杜大正都不知道 杜大正都不知道 他那个书里面怎么说的 我现在一下记不起来 好像是也有些人说这个是有可能的 我不知道杜大正是他的吗 有可能就是说你如果只能做 你可以出来工作 这个可能当然有的 不是一般的工作 那出来出来就是还是 回復人家去 你这些后来不是都出来工作了吗 给他一个小工作 对 减少一下 电子部部长 是啊 这个当然可能他跟胡耀邦也说过啊 胡耀邦还让他去啊 给他打桥牌啊 那胡耀邦我也问过胡耀邦 人家说你是邓小平的左右手 邓小平那你出来的 他说没有这个手 他说我跟邓小平的工作关系 他跟华国府那个谈心 他几个小时 好几次谈谈 他说邓小平简单几句话 见面 没有那种交情 没有交情 可能邓小平跟谁都没有那种交情 杨上坤的交情出身 是不是跟丁关根他们有交情 啊 跟丁关根他们 谁 丁关根 哦 那是桥牌嘛 都叫打桥牌啊 桥牌 打桥牌 胡耀邦 桥牌打得不比邓小平差 要不然他不会跟邓小平一次他得管 一次他得管 一次他得管 判决 邓小平跟丁关根 胡耀邦跟念伟平 对 比赛的时候也是胡耀邦的冠军 也是邓小平的冠军 胡耀邦要是没有这个本事 邓小平不会让他的冠军 胡耀邦當然每次讀的冠軍也不太好 所以從這個情況看 胡耀邦的打喬拜的嘴邊也不比鄧小平差 不打喬拜就是打喬拜 我聽說打喬拜的時候 鄧小平也不講什麼別的東西 鄧小平這個人心機是很順的 這個上次羅宇說過一句話 我覺得也沒有道理的 沒有意思的 他說鄧小平在說過牌桌上說的話 都不算數 就說在牌桌上許了什麼願也好 完了就不是張 是啊 他也不這麼說 那不是我要往下台以後 他有一次還是春節要他去打牌 沒什麼話 我要往後來就不去了 這個您今天講了 剛才講的這個四個人 四架馬車 我體會 實際上四架馬車是屬於兩個陣營 一個是胡趙 年輕一點的胡趙 一個是老一點的鄧 陳 但是這 這四個人之間也有馬鄧 對 兩兩之間也有馬鄧 胡和趙 鄧和陳 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 非常錯綜合 為什麼搞得那個樣子 非常錯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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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革命的革命的革命利 應該該讓的就讓 不該讓的就不讓 他們就是 受過去的黨內得爭這種厭倦了 所以華國鋒當時說 他和賴姐辭職了 為什麼辭職呢 因為我不願意再看到那個 好像李四伙活的那種 權力鬥爭 要不然他這個主席 他很 你看中央委員會啊 他就辭職了 胡耀邦也是一樣 當然胡耀邦辭職以後後悔了 才知道他們要把我搞臭 我早知道我不辭職 其實他們太軟弱 我包括葉劍瑩 後來一看 他本來一直是法國文 後來一看他們來勢兇 他也退隊讓了 才能是我出錯 我有奉獻思想 就在毛澤東接班任務 要不要保護 而且除了我今天是鐵定 我也辭職 我告老退休 後來到了廣東 就一直在廣東 可是他到了關鍵時 八三年又要廢 胡耀邦的時候 他也出來講話了 他講話還是有用的 可是他不講退讓了 他原來就擔心鄧小平 結果鄧小平這樣了 他也退了 當然他也老了 他也不想再爭了 再爭的話 他要跟鄧小平鬧僵 也不好 營養也不好 所以他就退讓 退讓的結果 又來又糟糕 搞掉的話 黃國文就搞胡耀邦 搞掉的話 胡耀邦就搞趙子強 當然他沒想到鄧小平 那麼厲害 非得把所有的搞下去以後 才能自封為核心啊 第二代核心啊 也覺得你也死了 差這個核心 就沒人敢反對了 所以說這個全歷史 你說這個當一個核心 也怎麼舒服呢 不一樣 不一樣 自我封核心 還是追封那個 毛澤東第一的核心 還是封那個 江澤民第三代核心 三個核心 這就很舒服了 現在好了 一般人也是 搞了一個習核心 習近平 我覺得你沒有必要嗎 人家鄧小平是選不上主席 也選不上總書記 自封一個核心 過國營 你已經是國家主席 又是總書記了 你還過這個核心營幹什麼 那個核心才是王立發明的 王立在沙東全會的時候 看見華國鋒加集體領導 他就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 不能搞集體領導 必須要有一個核心 應該你鄧小平來做核心 他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 通過鄧立群送給了鄧小平 鄧小平接了鄧立群去找王立 說讓他研究三中全會以來 我們黨怎麼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王立自己寫的 這個後來是陳雲堅決反對 陳雲堅決反對 後來不只是陳雲反對 後來王立寫了好多文章 引起中路了 還有陳柏大也寫來了 也寫了 陳柏大寫的還是一些什麼 學術性的了 王立寫的時候 後來又推崩江南明 三代核心 第一代核心 毛澤東第二代核心 鄧小平第三代江南明 寫了好多啊 他的東西 這個人很能寫 所以鄧立群覺得自己 他們原來就是一起的 康川手下的嘛 他當然水平比鄧立群要高多了 所以你說四人幫 王立的罪 在文化當民的罪 比什麼 被過之無不及的 是 其他的所有 比他小得多的人 都判了刑 王立 他最後是沒有判刑 不起訴 對不起訴 因為 因為鄧小林喜歡呢 他們可能王冠七 最後就是齊本宇 最後判了刑 王冠都不起訴 王冠也不起訴 因為當時鄧小平想 那王冠 王呢就是 久之不得 官 看破了 官封 他不幹 我就是研究古代了 他後來搞了很多著作 真正搞了一個學術的 覺得那個古代的 他本來不就是研究老子的嘛 對 毛澤東不是還認為他對老子的一種看法嗎 他後來還是一直寫老子怎麼這些這些東西 隨他就 隨他後來跟齊本宇兩個人不是一直 一直罵那個王立嗎 王立這個人是 政治上是不甘寂寞的 那好我們現在時間也快到了 但是我最後想問您一個問題 能不能簡單的歸納一下 就是您認為這個鄧小平帝國 他的總綱領是什麼 總綱領 我已經集中說法了 總綱領 一個就是剛才 一個就是剛才我講的那個 剛才講的造成這樣的概括了 有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 初級階段 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 這個 鄧小平說這個設計好 但是呢 是趙紫陽設計的 打倒了趙紫陽 一個字也不能動 這應該說是鄧小平自己認同的一個總綱領 這是一種說法 還有一種說法 書記處的吳家祥寫過一本 鄧小平理論的 德學記處 兩論 這個在全世界都 說法很普遍的 謀論跟謀論 那這個謀論和謀論 實際上就是 說是綱領 實際上是無綱領 無綱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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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理論無理論 第三種就是當時學家 公余治該國的 他說講那個鄧小平的理論呢 鄧小平理論的精髓 就是兩篇文章 一篇的解放思想 十四求是 團結一直想先看 那就是三中全會那個講話 嗯 一批呢 武昌、孫鎮、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那就是南巡講話的要點 對 那兩篇講話呢 第二篇講話 第二篇的南巡講話 嗯 鞏魚是參與其整理的 鞏魚這個真必見 第一篇講話 我參與了 對 所以我知道 第一篇講話 我覺得根本不是鄧小平的理論 那是因為鄧小平 看到華國鋒的這個 已經把會開到這樣一個程度了 他趕上了華國鋒的步伐 因為解放思想也是華國鋒先提出來 民主 三中全會是最民主的會 也是華國鋒主持 從頭到尾主持 三次講話 所以他現在在當時他抹掉了 當時的影響很大 特別是天安門平反 全國第二次翹路打國 文西森林邦以後就是 三中全會是慶祖的 是華國鋒那個講話 宣布天安門平反 還寫了一篇 林建興寫了一篇 零零萬歲 這是一個 所以這篇不能算是 因為鄧小平 馬上 三個月以後就是 堅持思想基本原則 所以我認為鄧小平呢 開國理論就是 開國理論就是 堅持思想基本原則 反對自由化 這是他沉穩的理論 但是不全面 因為鄧小平還加以補充 兩個基本的 改革開放 就是剛才我們講到的 開放的國外的資金 這些 能夠把經濟發展起來 我覺得 應該說 這三種說法裡頭 我認同的是 趙紫蘭的說法 比較精確 而且是經過到 鄧小平自己承認的 一個字也不能改 可不可以這樣開過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 大概就到這 就結束了 謝謝阮明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